又是酒驾惹的祸 新北市三重原营工人 前天晚上在家喝酒 隔天醒来开车出门 结果一个不小心撞到了外出的 银行女性职员 职员伤众倒地 而这名驾驶还把她又拖又拉扛起来 移到了旁边的屋檐下 不但可能造成二度伤害 更破坏了事故现场 而女职员送医急救之后 目前虽然已经恢复了呼吸心跳 但是仍然昏迷当中 中午十二点多 女子好端端地走在马路边 突然后面开来一台乡行车 直接撞了上去 女子瞬间倒地 翻了好几圈趴在地上 驾驶也吓了一跳 赶紧下车查看 但离谱的是 她竟然伸手把倒地女子硬扛起来 连拖带拉抱到马路旁边 让目击民众看了真的傻眼 撞到那个红色旁边 红色轮胎下面 托出来托到那个红色车子的旁边 事发在新北市三重区 中新北街汤城园区附近 二十六岁的罗姓女职员 这个月一号中午外出 却不慎被撞倒 当场失去生命迹象 警销火速道场将人送医救治 经过抢救 虽然女子恢复心跳 但目前仍在加护病房观察中 原警示后了解 四十二岁的男驾驶 竟然酒驾上路 酒测值达到零点三二 她公称前一晚在家喝了酒 隔天以为酒退了才会开车上路 车祸瞬间画面曝光 引来网友痛批 太夸张了 酒驾肇事没有立即叫救护车 还移动伤者 如有不慎 很容易就会造成二度伤害 宿罪开车造货 男子被以公共危险 过失伤害移送法办 而重伤女子还没有醒过来 让家属们难以接受 接下来我们的林明昭 新北市采访报道 邻居的行为造成困扰 台南安南区一户人家指控邻居 已经连续三天 拿着箱到他们家门口进行跪拜 让当事人心生恐惧 他也怀疑对方是因为 巷内的水沟发出异味 才会辖院报复 尽管遭到指控的邻居解释 这是单纯的寄天行为并如不妥 不过民俗专家表示 这种行为确实有触眉头的意思 深夜里一名女子从家门口走出来 手持拜拜用的相助 才走到隔壁邻居家门口 接着就低头跪拜 只是可疑行径不止一次 隔天清晨女子改穿红色上衣 同样手持相助 继续朝着邻居家方向 就这样连拜三天 诡异行为不止让邻居毛骨悚然 附近居民也觉得心惊惊 事发在台南 安南区有民众上网抱怨 指控隔壁邻居从上个月 31号到这个月2号 每天都拿着箱朝着他们家门口跪拜 令人活在恐惧中 民众研判女子会拿箱拜拜 一次是认为向内水沟嫖出异味是自己所为 对方这才侠怨报复 但当事女子否认到底 女子强调只是拜月亮并无报复行为 但看在民俗专家眼里 却有触眉头的意味 就算是信仰关系 并非个人恩怨 只不过朝着别人家拿箱跪拜 尽管没有触法疑虑 但恐怕已经造成他人的困扰 只有黄夫奇谈谈报道 台北市警美女中 经传有男子扮成女学生闯入 这名43岁的男子 趁着去年新生训练期间 就戴着长的假发 身穿黄色制服 黑色裙子混入校园 结果当场被学生抓包发现 警方这个校方也是立刻的报警 男子犯之后坦诚犯刑 也愿意向全校的师生道歉 而台北地方法院 现在判处他之意20天 得一颗罚金2万块钱 换薪两年 女子高中经传遭人闯入 学生发现不对 怎么看也不像是同学 校方赶快报警抓人 穿着学校制服 头戴假发 竟然是个四十多岁大叔 面对远景盘问 置之乌乌 省城到校是要来借场地 假发一脱下来 马上变回大叔模样 警方超傻眼 你怎么进来的 我走进大门走进来 你为什么穿下制服 我是方法用错的 你会让我进来的 你会跟他帮忙 没有干嘛 戴假发 然后穿着我们学校的制服 跟那个裙子 然后穿我们学校里面 那一天是我 刚好是新生训练的第一天 这名四十三岁的许心男子 当时戴着长长的假发 还不知道去哪弄来了一套 景美女中夏季制服 穿短裙 黑皮鞋 混入校园 同学发现校园内 怎么出现那么魁梧的女生 赶紧通报 就很莫名其妙 怎么可能一个人来办活动 然后又是一个男的 许心男子事后坦诚 他有变装癖 这回大胆变装 还擅自混进女校 遭到校方提告 法官认为 许心男子男扮女装 侵入校园 可能造成失声 心生惊恐 考量男子犯后 有悔过之意 判男子拘一二十天 宣告缓刑两年 并且需向公库 支付两万元的新台币 虽然罚则不重 不过这种怪异行为 已经吓到了全校失声 记者三位人 林明州台北采访报道 高雄市岡山区 在今天清晨 不少的民众抱怨 空气当中 弥漫一股塑胶臭味 街道还一片雾茫茫 能见度非常的差 有人还以为说 是不是发生了火灾 原来空气品质太差 对此呢 环保局也出动了 空拍机追查 赫然发现污染源在此关 以似是有农民露天 燃烧废弃物 造成了空气污染 从制高点往下看 整个岡山地区陷入一片烟霾 从街道看也很夸张 马路一片雾茫茫 民众发文说 岡山到底发生什么事 有人说空气弥漫塑胶味 出门一看全是烟 还以为发生火灾 雾雾的 好像有火灾 整个都是雾的 很久好像到十点多都还有 那应该就不是起 不是火灾 是空气品质太差 烟雾范围主要集中在 岡山公园 距离最近的桥头检测站 在中午过后 PM2.5也来到橘色等级 每立方米36维克 清城的混合层高度较低 那亦造成污染物 于地表盘旋的情况 那本局立刻调阅相关 微型感测器的监测情况 发现在岡山区 保米路往西南方延伸 有一个污染的情形 环保局除了派员 到附近工业区击查 更出动无人机寻找异味 发现原来是在子关 疑似有农民露天燃烧废弃物 面积大约500平方公尺 造成空气污染 恐怕已经违反空污法 最高可储十万元 这回居民的废再度变成清淨机 不满神浪四起 原因势必得好好调查 记者陈游科审号 高雄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